春饼和香菜绝配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姚 沈阳又又又又下雨了 然后我今天又不能出远门 然后我就在附近看到了一家卖春饼的 今天我们去吃春饼 给你们看看这个饼皮多薄 透亮 包一个 炒河菜好香 我的锅包又上来了 它好大一盘 给你们看看 赶紧吃一个 是不是很脆 这个是什么呀 就像炸的一个东西 加点金浆肉丝 再加点葱 再加点黄瓜 味道一口 就是我这边这个牙不能嚼 只能用这边来嚼 吃起来有点分事 因为这边这个牙 怕坏得太好了 然后医生说得做根管治疗 现在都在治疗中 医生说不要用这边嚼东西 春饼和金饼有什么区别吗 好像春饼会更薄一点 用一边嚼东西好难 你们一定要好好刷牙 早期的甜的 我的牙齿 最高中的时候就坏了 然后就一直没补 现在等到大三 然后现在就补 都那么多年了 它就坏得更严重 就三到神经重 必须得做根管治疗 到时候会带一个牙罐 保护着那个牙齿 你们吃抓饼会吃的蛮少都是吗 我觉得一般那个抓饼 它老实话就得 就容易吃到手上 也可能是我包的不对 真的这个表着很薄的一头 包两头 它加上香菜好好卷 分别和香菜绝配 可不可以再再幸运一点 今天要幸福自然 可我却舍不得 去挽留你 落山的双眼 怎不能和你 接近全力奔跑 好脆 它凉了也不会硬 还是脆的 最佳的锅包用 这个好顶啊 我吃那么多已经感觉到饱了 可能是菜比较多 帮我喝饱了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美食叫泰国小卷饼是吗 和我们春饼不是一样的吗 感觉很像 我吃饱啦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站下的我打包再回去等明天做午继续转着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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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